现如今有很多女人,她们总是在结完婚之后得不到满足,于是就会吃着碗里的,还看着锅里的。 久而久之,她们就会选择背叛这段婚姻。 所以当一个女人在外偷人的时候,只要你查看她这几个地方,就能够亲而一举地判断。 一,翻看她的手机。 当一个女人在外偷人过后,你只要查看她的手机,就能够知道她到底有没有偷人。 因为在她的手机当中,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。 如果当你去触碰她的手机时,她的态度非常的坚硬,并且表情很呆滞。 像这样的女人,一看就能够知道,她绝对是在外面给你戴上了一点大大的绿帽子。 并且,她原理为自己做的事情可以天衣无缝,却不知道总有一天,事情会增向大白的。 像这样的女人,她们自以为自己拥有了一个聪明的脑袋,却不知道,当她在出轨的那一刻,通过她的某些行为或者是举止,就能够判断出。 R,看她的身体。 当一个女人在外偷人的时候,你只要去判断她的身体,就能够知道。 因为当她在外偷人之后,绝对会留下对方的印记,并且还会附带对方的味道。 这个时候,只要你仔细一点,绝对能够看出事情的破绽,究竟出在哪里。 而且,像这样的女人,她们终究注定一辈子都不会得到幸福,因为她们总是对生活的欲望要求非常的强烈,不管自己的男人怎么做,都满足不了她。 而且像这样的女人,她们总是会一方面对自己的丈夫好,另一方面却给自己的男人带来很多的绿帽子。 所以,男人们在结完婚之后,千万不要太看重一个女人,否则,她就会成为你前进路上的绊脚石。 三,看她的钱包。 当一个女人选择在外偷人的时候,你会发现,现在的她和之前相比,简直是判若两人。 因为之前的她对于金钱非常看重,从来不会浪费每分钱。 甚至有的时候,当她和自己的朋友出去游玩的过程当中,看见自己喜欢的东西,她都不会去买下来。 因为她知道,这里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男人来资,不易赠来的。 可是到如今,她花钱大手大脚,并且总是会买一些比较昂贵的东西。 像这样的女人,一看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判断出,她绝对是在外面碰上了一个土豪。 并且有的时候,她会撒谎,对你说,这些都是工作当中老板奖赏给她的。 这个时候,男人一定不要被女人的这几句话就给骗人过关。 因为像这样的女人,说出来这句话的同时,就能够知道她是在骗你,看她对你的态度。 我们都知道,一个诸过鬼的女人,当她回到家中,对对方的态度绝对是不一样的。 当一个女人选择在外偷人的时候,你就可以试着去测验她一下,并且你可以主动提出和她进行方式。 当她拒绝你的时候,就能够知道,她绝对是刚和外面的那个男人发生过关系。 所以现在的她是心有余娃力补足,像这样的女人就能够知道,她绝对是在外面出轨了。 所以这个时候,男人也就不要再一味的犯傻下去。 即使你现在没有把这件事情揭穿,你觉得只要在爱情当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总有一天,自己的女人会回心转意的。 可是当你拥有这种看法的时候,就说明你是大错特错。 因为像这样的女人,她永远都是狗改不了姿势。 她似乎觉得自己做的事情,你根本就没有发现,于是她就会变得越来越厉害。 以上就是当一个女人在外偷人之后,通过这几大地方就能够判断出。 所以男人们永远不要太看重一个女人的外表。 因为过日子不能光看女人长得漂亮,还要看她是否拥有一颗真心爱你的态度。 这才是最为关键的,毕竟美不能当饭吃。